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街五四战队实力差距大 王一博有望破纪录 刘仙华走寒庚老路 这就是街五四小黑屋环节结束 四位队长成功组建战队 尽管战队之间人数接近 但是整体实力差距大 一波王闸多位舞者有夺冠实力 王一博有望破纪录 成为首位两度率队拿到冠军的队长 刘仙华在小黑屋环节失利 尽管世界一流战队有韩宇、卡卡、三尔等多位擅长Battle的舞者 但是相比于其他战队 整体实力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刘仙华可能走寒庚老路 战队会被团灭 寒庚是元老级的队长 担任过第一季、第二季、第四季的队长 FKM也迎来3.0时代 阔别一年后 韩庚的阶舞水平有所提升 他熟悉节目规则 并且加以利用 FKM战队今非昔比 尽管战队成员最可退赛 但是Iki、Ibuki、AC、石头、肖杰实力也很强 韩庚第三次参加节目 FKM战队终于迎来高光时刻 但是在前两季节目中 FKM却两度被团灭 前两季节目中 FKM战队实力均不如其他三支战队 FKM1.0有Lingo、阿伟、电门 但是依然装置战队有韩宇 吸泡泡战队有石头、杨文浩 FKM没有争贯实力 甚至来四强都没进 第二季节目中 很多舞者想要帮助韩庚、崇阳、马小龙、十一、木桐等人加入 FKM2.0还迎来金小根 但是战队依然没有逃脱被团灭的结局 韩庚战队还没有舞者进入四强 第四季节目中 FKM3.0有望破战队历史记录 王一博拿过一次冠军 回归第四季依然对比赛非常投入 经历失败后 会跟队员复盘反省 所以一波王炸战队整体实力明显提升 每一位队员都很厉害 hiphop领域有步步、亮亮、兔子 编舞方面有小山陶 Locking领域有夜音、HB组合 Popping领域有尼尔森 Breaking领域有杨凯 一波王炸的队员都是各个领域顶尖 如今汇集在一个战队 无论面对什么比赛都有胜算 所以王一博有望破纪录 相比于王一博在小黑屋的未雨绸缪 刘宪华就有点不知所措 战队组建第一阶段 每位队长可以邀请四位舞者入队 刘宪华原本选择了最可 AC、Ipuki 但是在这些舞者都去了寒庚战队 战队组建第二阶段 刘宪华在谈判环节屡屡受挫 多位心仪舞者去了其他战队 邀请的舞者没有同意加入 战队也会控出一个名额 控出名额越多 队战队越不利 第四轮房间开启后 寒庚一次性邀请三位舞者入队 Aki、小姬、肖杰都加入了FKM战队 刘宪华只能在后两轮选人 Bunter加入张艺兴战队以后 刘宪华选择了YY、杨文涛、CC 三位舞者在前三季加入过战队 但是在第四季节目中 三人均不是同领域其他舞者的对手 相比于其他三支战队 刘宪华战队实力相对较弱 尽管有卡卡、韩宇等人坐镇 但是其他战队有同级别的强者 世界一流战队想要进入总决赛 还是有点困难 而且在强者如临的舞台上 刘宪华很有可能走寒庚老路 字幕有订队